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兵 现在我所处在的这个地铁站呢就是公园前地铁站 是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换乘站 今天的日期呢是4月19号 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1点半左右 朋友们能看到人流呢还是比较少的 现在广州的疫情呢相对是比较严峻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出门了 今天来这边工作就从第一出口出 从公园前地铁站第一出口出来之后呢 旁边的这条路就是教育路 这里呢有好几家旅行社 但是在疫情下面全部都暂停营业了 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呢也是巨大的 别说出省旅游了现在出个门都难 这里就贴出了暂停营业的告示 从4月10号开始就暂停营业了 往旁边这里还有一家宝能旅游 再往前面看就有途牛 金马 还有康徽斜城 朋友们能看到啊像对面的一些商铺也都关门了 这边虽然不是管控区域 但是整个越秀区的疫情呢相对也是比较严峻的 平时人来人往的道路看不到人 这些店铺的生意呢就不用说了 在北京路这个商圈 这些商铺的租金呢应该是挺贵的 不过这些店铺平时都是做外带的 相对堂食那些餐厅呢情况还会好一点 在教育路这里有一个景点 就是耀州遗址 但目前已经暂停开放了 耀州遗址属于广东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周一平时开放的时间呢 就是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五点 这里还有耀州遗址的相关介绍 耀州遗址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古代 有兴趣的朋友等疫情过后呢可以过来参观一下 里面虽然不大但是还是值得一看的 一直往教育路前面走 旁边呢也有一些商铺在正常营业的 但是能看到里面就没有顾客光顾 像平常生意比较好的一些餐饮呢也都关门了 平常需要大排长龙的餐饮店呢 现在已经看不到那种景象 像左手边的摩打食堂还有大叔寿司 这边的这些餐饮店平时生意也都挺好的 但是目前看起来真的十分的萧条 看到这种景象呢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觉 喜欢热闹喜欢人多 这一群反反复复的都已经有三年多了 真的希望它赶紧的消失啊 旁边的这家福岛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的预料店 现在不能堂食心里就别提多郁闷了 来到这里这间花开米上呢平常生意也是非常的火爆的 特别在周末的时候生意的火爆程度可以超乎你的想象 朋友们从指示牌上面呢可以看出来 往左手边呢就可以到达北京路 恢复美食花街和大佛市 咱们就一起往那边走吧 看看疫情下面那边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在恢复路的两边也有比较多的餐饮 这些餐饮店都在正常的营业 营业的店铺大部分都是外带的 像平常人去火爆的人同兵士现在也看不到什么人 这边还有一间装修的比较好的华辉 华辉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品牌啊 感觉现在做的要比营寂好 这里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不过没看到什么人在这里做核酸 往对面那边看过去有一间大头虾 平日里的生意呢是非常火爆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也非常的萧条 这里还有一个光明广场 不过在疫情下面就显得比较萧条 进出光明广场也比较严格 都要扫码测温的 北京路这个商圈真的有非常多的美食 经过整修之后 这边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这边可以说各式各样的餐饮都有 在恢复路这里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守护着 出入也比较严格 特别是这些外卖小哥是不能开车进去的 只能走路进去取餐 这个还挺麻烦的 但是在疫情下面为了安全起见 只能这样子了 会扶路两边真的就是美食一条街 几乎全部都是餐饮店 但是你们看一下疫情下的生意状况 真的是无比的萧条哦 目前在广州 像北京路商业圈 郑家商业圈 恩宁路永庆坊 都是广州最热门的商圈了 但是你们看一下 目前北京路商业圈的生意状况 其他地方的现状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今天月秀区还是限制堂食的 加上今天是雨天 要不是因为这个情况呢 可能人留会好一点吧 但是我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毕竟现在大家对这个疫情都比较畏惧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尽量不要堂食 减少园圆的聚集情况 像我左手边的泳营茶餐厅 里面的工作园圆呢 就正在打包 外卖就相对比较好做很多 穿过惠福东路 往这边呢就是北京路了 北京路经过休整之后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 相比上下酒不行接的话实在要好太多了 怪不得上下酒是一天不如一天 现在跟北京路真的就是没法比 但纵使是这样子 在目前疫情的影响下 这人流看起来跟上下酒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都是同样的十分的萧条 往我的左手边有一间六幅珠宝 这种珠宝店受疫情的影响就不会很大 北京路的路中央这里 就采用了麻石 麻石的质地比较坚硬 有绿车辆和行人通行 而且雨天也比较好渗透雨水 看到这个比较有意思的 所以特意录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的商机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这些商品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这里有一间耐克的专卖店 不过在疫情下面呢 就显得十分的萧条 朋友们能看到店里面呢 是空无一言的 往旁边这里呢 还有一间安踏的专卖店 同样的情况里面也没有顾客 再往这边看过来 就是李宁的专卖店 现状是怎样子 你们自己看吧 在我对面那边呢 还有一间非常大的莲香楼 莲香楼是一间百年的老字号了 外地的朋友来广州 要带手信来莲香楼呢 就不会错了 北京路这个商圈 真的有非常值得逛的东西 重新修整过后的北京路 看起来也特别的漂亮整洁 今天虽然是雨天 但是按照平常的话 也不会那么少人的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往这边看过来 就是天鹤城百货 朋友们能看到 几乎就没有什么人 可以说真的是十分的萧条 再往这边左手边走过去 就是广摆百货 光明广场 还有西湖路和大佛寺 再往这边走过来 大家能看到广摆百货 北京路这边商圈的道路真的是好开阔 而且在里面的步行街 是不允许中小车辆通行的 这个就做得非常的好 在我左手边呢 这里有一间阿婆牛杂 但这个阿婆牛杂就不是陆举路那个味道 你们应该都懂的 往这边走过来就是大佛寺 和西湖广场 大佛寺现在装修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看起来给一种崇尾壮观的感觉 在短短的三四年之内 就已经整修的那么漂亮了 这里真的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 特别进到大佛寺里面 会让你打开阴界的 对于佛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心诚则灵 算是一种心灵和精神的寄托吧 在西湖广场的路上这里呢 摆放了一些石吨 这是安保设备 就是不让这些小车通行的 这里还有一个疫苗的接种宣传点 再往前面走一点 就是光明广场了 西湖路虽然不长 但是道路却十分的整洁开阔 平常周六日过来这边逛街的话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光明广场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场 里面就是吃喝玩乐一条楼 但是在疫情下面也显得非常的萧条 进到里面 特别在四五楼 你会发现有非常多倒闭的餐饮 就算不是因为雨天的影响 在现在的疫情下 这边的人流呢也不多 现在的状况呢 大家是可以有目共睹的 路上的行人呢就寥寥无几 人多的时候就嫌拥挤 人少的时候呢又觉得很冷清 逛起来特别的没意思 让你们大概的看一下北京路这边的大概情况 你就不能发现为什么平常周六日的话有那么多人过来这边逛街 现在大部分的人包括游客都不去上下酒了 原因就是北京路这些地方配套设施非常的完善 吃喝玩乐方方面面都十分的齐全 现在的上下酒跟北京路就已经是没法比的了 在过往的话上下酒还是非常的繁荣的 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衰落的非常快 往这边看过来就是广摆百货了 广摆百货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综合性购物商场 里面的东西呢应有尽有 不过目前受疫情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北京路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广府特色的一条步行街 经过修整之后看起来更加的漂亮 你们看一下这个道路多开阔 在这里还有新华书店 现在的北京路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商业步行街 可是的话现在受疫情的影响 不然平时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对面那边就是巴尼路了 感觉发展的越来越好 再往前面走过来能看到一个北京路的古道遗址 这个遗址已经被列入了广东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里能看到以前的一些古道 几乎每个时期都不一样 这里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 千年曾买广府商街 北京路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好 希望疫情早已消失 这里可以恢复往日的繁华喧闹 走到尽头这里就是行大行百货了 北京路的商圈真的是非常的繁华 没有一天的时间你基本是逛不下来的 在广州生活了那么久 也见证了这边的各种变迁 但是就没有见过如此萧条的 这个疫情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希望这个疫情早已退去吧 好了我是大兵 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分享美食 分享广州生活 喜欢是